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八月尾時 有12名香港人在潛逃台灣期間 被大陸的海警截獲 目前被扣押在深圳市的鹽田看守所 事隔22日 深圳市公安局終於打破沉默 在昨天他們發佈了一份情況通報 講明了這件案件的詳情 他們說 2020年8月23日 廣東海警查獲的12名非法越境人員 因為涉嫌偷越國邊境犯罪 已經被公安局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 目前案件正在徵辦當中 公安機關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項合法權益 這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說法 但是昨天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Twitter上對這12名香港人的指控 嚴重得多 他說 經過核查後 這12人非法越境被捕 又說他們不是民運人士 並且還企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實情深圳市公安局的說法 只不過是他們偷渡 但是華春瑩 已經說到他們要分裂國家 雖然在這12人當中 的確有人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 但是香港的司法制度 就是奉行無罪推定原則 既然這12人他們分別的案件 根本上是未曾審訊或未曾判決的時候 又有誰能斬釘截鐵去判決 他們一定是乾犯了罪行 華春瑩還說到他們企圖分裂國家 難免會有市民出來質疑 到底這番說法是否未審先判呢 是否想為案件作出一些政治定性呢 至於華春瑩在Twitter上的發言 其實是進可攻退可守 為什麼這麼說呢 雖然他是擁有官方公職的身份 但是他沒有選擇在外交部 例行記者會上的官式場合發言 反而選擇在社交平台的個人帳號上說話 雖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說是個人帳號 但是實際上他所說的都不能違反主旋律 如果沒有得到上邊的默許 他亦不會亂說話 他偏偏要選擇在Twitter發言 正正是因為 萬一出現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說華春瑩這番說法 只不過是純粹他的個人意見 大陸就不會上身 至於特區政府就著十二港人案件 究竟對於那些當事人或他們的家屬 提供了什麼適切的幫助呢 今天就有十二港人家屬 到港台千禧年代接受訪問 有家屬宣稱特區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協助 其實這十二個人目前困在深圳看守所 都已經是好嗎不要聽就插翼難飛了 特區政府連少少的事都做不到 那你沒理由只告訴市民 你就可以關注事件 究竟比如說 我看報紙看到 原來十二個人當中 有些人是需要長期服藥的 那特區政府有沒有協助到他們安排 將藥物送到看守所那裡呢 又或者建律師方面 特區政府可不可以提供多些協助呢 這十二個人 畢竟是香港本地居民 特區政府向他們提供協助 天經地義的 是應份的 好了 接著就再看看這個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他就說到 說中央非常重視案件 想調查被捕人背後的勢力和資金 不排除二十多天的盤問當中 是獲得了他們違反國安法的罪行 以及新的證據 劉兆佳又說 這十二個人有人棄補潛逃 拒絕去到香港的法院應訊 顯示在香港處理這些案件有一定難度 符合港區國安法裡 可以交由大陸審理的特殊情況 根據他這個說法 這十二人似乎很難移交回香港 另外 據《明報》所說 這十二人究竟由哪一個組織 以及如何牽線上船偷渡 都是屬於大陸偵查 有沒有違反國安法的範圍之一 他說要查就去查 問題是 沒有理由未經審訊和判決 就已經在Twitter上 作出一個自行判斷 就說這些人干犯了什麼罪行 這樣說 好了 接著就說另一件事 關於中印邊境衝突 胡錫進在微博上說 印度方面近日一直聲稱 有五名印度人在藏南地區 被中國邊防軍綁架 據老虎了解 日前確實有五名印方人員 在藏南地區越界 這個藏南地區 其實是在中印邊境南線 即是在北丹附近 就不是在現在 沒有關刀、魚叉 是中印邊境西線班公湖 這就是藏南地區 消息人士對老虎說 這幾名印度人 是裝扮成獵人的印方情報人員 消息人士還說 印方不時以這種方式 派人越界刺探中方的情況 這些是印度蠶食中方 控制地區的一種手段 遇到這種情況 中方會堅決扣留他們 進行警告和教育以後 才予以釋放 上述五人 中方已經對他們進行警告和教育 很快便會釋放 這個問題就來了 既然說到這五個人 根本上是情報人員 走來刺探軍情 這些指控其實是相當嚴重的 是不是 走去刺探軍情 假裝獵人 假裝鬼假裝馬 原來刺探軍情這麼嚴重 大陸在對他們進行警告和教育以後 都可以放回他 所以難怪 真的有這麼多大陸網民 在微博上 對於老虎 口誅不伐 認為他這樣做就是放虎歸山 情報人員抓了他 就這樣跟他說幾句 什麼教育 什麼警告 就放回他扯 所以有不少大陸網民 在胡錫進的留言板 那處是刺探的 其中一個就說 公然釋放敵軍間諜 你老虎都拿回來 真的有你一套 另外有網民提到 說慫就慫 刁人厭眼 經常只有嘴硬 這個慫就是慫慫的慫 在普通話來說 這個單字的慫 就是解做 害怕、害怕的意思 整體來說 整個留言板 都是充斥著質疑 老虎的留言 大概都是問 究竟為何就這樣 就放回這五個人 我真的有一個邏輯的問題 想提出 邏輯問題 既然這五個印方的情報人員 假扮獵人越過中國邊界 其實這算是偷渡的行為 而且他們明明是要刺探軍情的 竟然間 只是處以警告和教育 就可以釋放 但是有十二名香港人 他們想偷渡去台灣 但是被大陸海警折獲之後 至今仍然困在深圳的看守所 而且還要被華春瑩在Twitter上 一張大頂帽子 似乎對於十二名港人 以及對於印方這五名情報人員的對待方面 就是有很大的落差 為什麼對於這五名印方人員 可以用一種寬容的態度來面對呢 為什麼對於這十二名香港人 就要用一種這麼嚴苛的態度來面對呢 這真是一個邏輯問題 做人做事 其實應該用同一把尺 是要一以貫之的 又或者華春瑩 他又會不會在Twitter上 就著這五名印方的情報人員 以及十二港人 究竟他們這兩班人之間 哪一班人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 是構成了更大的威脅呢 不如他又說一下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邏輯問題 認真是難度很高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